李海 毕业于北京知名大学 毕业后进入一家海外公司工作 身材高大 风度翩翩的李海 感情生活却总是不如意 因为害羞 从不主动与女生搭讪 岁月不饶人 年龄日渐增长的李海 开始为爱情早起 家里人的吹出身边 成双入对的刺激 李海甚是苦恼 怎样才能知道女生的心意呢 怎样才能一击就纵呢 当女生喜欢你的时候 会有哪些暗示呢 李海无数次的追问小编 就来为你解答这些疑问哦 暗示一 对你的邀约很少拒解 一个女孩子喜欢你的时候 你所有的邀约 她都会激动不已 由于矜持爱面子 有时也会拒解 但是拒绝的次数很少 大部分邀约都会接受 这就是一个衡量标准 暗示二 女生会拿你和前男友做对比 你要学会看懂女生的 看你的时候的眼神 当自己心爱的人 就在自己身边时 女孩子总是喜欢看向对方 而且当对方发现的时候 她会非常害羞 就是喜欢看着你微笑 女生看待你的时候 尤其是在看你的眼神的时候 会是不时地笑 在和你聊天的时候呢 总会找一些借口接触你 如果是这样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这个女生 其实就对你动心了 对你有意识了 非常具体一点的话 就是女生对你说 我看你好眼熟啊 你和我前任长得好像 你这件上衣 我前任也有一套 这个时候足以说明 你已经成功地引起女生的兴趣了 兄弟 如果遇到这样的姑娘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要错过 暗示啊 女生会主动联系你 发信息 打电话给你 对于你很心动的女生 她们的每一次主动地 给你打电话 发信息给你 不管是买衣服还是要干嘛 一旦女生主动找了你 这就说明女生对你有窗户的 我跟你们说 如果主动找你的时候 是你休息的时候 那我明确地告诉你 女生已经把你的作息时间 弄得很清楚了 有一点我要说明 摸透你的作息时间 女生不是有目的的 她只是对你动心了 你想一下 一个很花心的人 如果这个女孩 不是对你动心了 这个女孩 不是对你有意识了 你想一下 女生为什么要对你 那么认真呢 你有想过吗 暗示三 女生会请你到家里做客 到家里做做 修下电脑 写下作业 你必须要明白 女生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就是想创造一个 和你单独相处的机会 你在和女生约会结束之后呢 你作为男人 一定要护送女孩子回家的 如果到了女生家楼下 女生邀请你上去坐一坐 休息一下 喝杯水 然后再回去 因为女生是含蓄的 所以女生会跟你这么说 会说 她是想要谢谢你 一路相送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女生 如果对于一个 自己不是很信任的人 还是个男人 你想 女生怎么可能 会同意你送自己回家呢 而且女生还邀请你 上去休息一下 喝杯水 怎么可能 对女生的个人空间当中 是会有很多 不可言喻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如果女生不相信你 这些事情都不会有的 按时是 女生在伤心难过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人 总会是你 女生会向你述说 自己伤心的事 或者是会和你聊一些 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 这个时候 你觉得女生的心中 会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这个女孩 不是对你动心了 这个女孩是喜欢你 她怎么可能 什么是第一个 想到的总是你呢 其实是她已经把你当成 绝对信赖的人 这是一个 很好的 加深关系的电影 但是你呢 不能过于倾听 这样你真的会成为 情感疏苦的 回收站 垃圾桶 你应该根据女生 跟你吐槽的事情 你自己 有说一个 类似的事情 做到共鸣 这样做 才是最好的效果 按时五 朋友聚会时 和你说话 频率高于别人 当很多朋友 集聚一堂的时候 女孩子会特别喜欢 和自己喜欢的人交谈 这个时候 你就要细心地观察 如果 她和你说话的频率 比别人都高 那么恭喜你 按时六 女生会主动地 和你说一件事情 并且正在 做什么的时候 的照片拍给你看 然后使用这个话题聊天 一个女生 在她的朋友圈当中 照片很少 但是这个女生 会经常发一些照片 给你看 还会主动地 问你一些意见 比如穿衣 角度等 女生 能会为了你 在给你的 这一些当中 你喜欢哪一张啊 然后洗出来 送给你 或者是说 你喜欢什么角度的啊 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 女生喜欢你 对你心动的表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